想不到 你们兄们有这么艰难的背景 我明白了 每个人的背后 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立场 我们学校 应该更深切地了解才对呀 这样吧 我会要求重开教会 像你们这样珍惜求学机会的人 才是最有资格入学的学生 好 主人 谢谢你 谢谢你 如果教务会同意刘雅平入学 我会替他申请奖学金 减轻你们一点负担 以他的成绩 我看应该没有问题的 谢谢主人 谢谢 谢谢 你怎么了 爸 我知道你对夏美人很反感 但是夏美人也有好人的 你别又想跟我提那小子的事啊 我不会答应他 我 还有 你别再去见他了 才没 你是我们林家唯一的传人 谁要是娶了你 就要继承这家邪厂 当初啊 那个夏美人害得你妈是一尸两命啊 现在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厦门人 夺走我唯一的女儿和邪厂 你怎么说的一副好像 好像我在倒追他一样似的 我才没有呢 没有最好 女孩子爱其名声 我看那小子在你面前装的一副老实样 别有居心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他没有跟我说过的事可多了呢 爸 爸 如果你知道他的身世 你就 你就会觉得很惭愧 觉得自己 为什么不多体谅别人一点 为什么不给一个这么伟大的人 一次机会呢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夸张了 伟大 用得上这个字眼吗 你听过就知道了 是 师姐 师姐 王神 小婷 师姐 我爸统一试用你 让你做晚伴的仓馆了 你爸不是挺顽固的吗 不是不接受师姐 因为我告诉他一个故事 他很感动 所以他就答应试用 师姐三个月了 什么故事啊 我只是 讲出一些事实而已啊 师姐 等中午生意做完之后 我带你先到工厂去报名 然后贴写资料 帮到那边去 快挂 快点 知道了 知道了 走吧 你没事吧 没事 来 采梅 来 采梅 来 师姐 来 师姐 恭喜你啊 以后晚班的餐饭管理 就要辛苦你了 我 我没做过 很多事不懂 还希望吴大哥也能抽空教我 他是人事经理 应该做的 对啊 我是人事经理 那师姐报到的事 就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 不过 侯智 我跟他要等我爸办公室一趟 好 走 请进 爸 刘世杰来报到了 丁老板 您好 采梅对我说了你和你妹妹的故事 如果那是真的 你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 不过 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采梅那些事 这照顾自己的亲人 是任何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我并不觉得只有什么好说的 你是对的 我相信你会认真工作 不过 我话说在前头 我绝对不同意你和采梅有任何瓜葛 这一点请你自重 也不要再给采梅任何希望 爸 你怎么说这种话啊 这就是我要你带她过来的原因 我要当着面把话说清楚 刘世杰 我一向有话直说 我听了你的事确实很佩服 所以我愿意帮你一把 让你生活稳定一些 不过仅限于此 我不会连女儿都交给你 你不能和采梅交往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你能保证 绝对不和采梅 有任何感情上的瓜葛吗 我回家 你也认为了 像是说你 有任何 你还不相信我 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 我绝对不会 和彩莉小姐缠身感情 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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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烦 不要缠着我好不好 我不是想缠着你呀 我是怕你出事了 你到底怎么了 跟我说说呀 就当做是倒垃圾 把垃圾往我身上倒好了 我爸 这么不给我面子 怕我在世界面前 一点尊严都没有 以后还让我怎么做人呢 你别难过了 老板一向是有话直说 不给人面子 但是刘世杰就这样答应老板了 他不是拿感情 来交换工作的机会吧 我还以为他很有福气 原来也是见利妄议的人啊 不是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只是 他只是 只是自尊心太强了 我想被别人说 他想高派 但是 但是当我听到他说 听到他说 他绝对不会跟我私下来往 我心突然凹痛 我 我想 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 俗话说 你追难 隔层杀 你要是真想见进他 我也把他帮你 真的吗 你愿意帮我的忙 财梅 你知道我一直是很喜欢你的 但是既然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再这么难过 也只能祝你幸福 只要你开心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说你要帮我 你怎么帮我呢 我可以做你的障眼法量 你可以假装跟我交往 你要是去找侍杰的话 你可以说是跟我一起出去 要是你想跟侍杰说话 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找他 老板就不会怀疑了 要是老板 感觉我们在交往的话 我就含不起词 帮你们演示 怎么样 我先进办公室 啊 这里交给我就行了 嗯 嗯 师姐 没事的 才没生生气就算了 你别放个心上啊 啊 好 吴经理 我把我的照片和履历都带来了 是不是要交给你 还有 餐馆需要做些什么 再麻烦你吩咐我 来来来 我先带你参观一下 尝你怎么样 然后再告诉你一些 注意事件 走 好 好 太棒了 哥 采梅姐家的喜场 很有规模和制度 以后啊 你就有固定的薪水和津贴了 是吗 现在开始只是试勇期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地表现 回报林老板对我的信念 嗯 对了 哥 我还以为采梅姐 会跟你一起回来呢 晚上还准备了她爱吃的东西 准备跟她一起庆祝呢 她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不知道啊 大概是采梅她有 她自己的事情要做 也不能说来就来 不过 我今天可是第一天上班 我可不能迟到啊 哎 你要值一夜的班呢 我看 明天中午不要做生意了 你一回来就好好休息 王婶 你放心 我兼顾得来的 而且啊 面殿生意最好的都在中午 我可得继续做啊 哥 你这样真的是太辛苦了 罗太太说 她不要喝解经了 好 那你有何必急着筹钱呢 是啊 我得筹钱啊 因为我得筹我妹妹的嫁妆啊 傻丫头 谁要你多事了 我才不嫁呢 你不嫁 带了 不行 你一定得嫁 我就要你嫁 哈哈哈 好吧 我去你家 你去啊 看着你啊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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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帮我拿给世杰 他应该一会儿就下班了 没问题 我帮你把早餐交给他 是什么呀 这么香啊 是我亲手做的三明治 还有一瓶牛奶 这么丰盛 他一定很感激 那 要说是你给的吗 说啊 干吗不说 我要看他的反应 我一定会忠实转达的 谢谢啊 那我先回办公室了 谢谢 这个消防器材好像过期了 还有东后门的锁 坏了没有坏 另外围墙底下有个洞 可能是野狗挖的都需要补起来 你看 我都写在这个上面了 好 你看看吧 这么仔细啊 你是要做仓馆还是要做侦探啊 不是 这些消防器材呢 直接关系到放在仓库里的这些货物的安全 这锁和那个破洞呢 都会替萧小开方便之门 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注意的地方 之前的仓馆啊 可没你那么仔细 有你在 我放心多了 这都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可以去接班了 去忙吗 好的 辛苦了 世界 这是采梅给你的早餐 他亲手给你做的三明治 你一定要吃吧 别辜负了他的心意啊 这不好吧 我怎么能够接受采梅小姐她做的早餐呢 别扭扭捏捏的了 采梅让我转交 就是为了避开老板的耳目 所以啊 老板是不会知道的 你如果不接受 采梅会很难过的 不是 就算老板不知道 我也不能够扬服应违 这早餐我 我真的不能收啊 你脑子怎么那么死啊 谢谢 就请你帮我跟采梅小姐说声 说声对不起 我先去忙了 世杰 世杰 你还真的不是普通的正直 你这种脾气啊 会害死你的 见面的机会了 嗯 二人 三人 对不起 对不起 为了不起 对不起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